也是要第十一頁的地方 所以總共會有四個問題需要解決 因為原來我們輸出的只有BMI 而且沒有取到小水準第二位 那我其實基本上就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雙引號如何加 有沒有 其實重點就是 你要必須在雙引號前面加一個反斜線 就可以正確輸出 這第一個 第二個話就是如果要取到小水準第二位的話 記得就是在那個文字裡面加大瓜糊 並且裡面加冒號.2f 然後後面記得要用format 把那個BMI再帶進去就可以了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format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以後會蠻多地方都會用到format 記得就是本來這邊 我們是直接串一個BMI的變數到裡面去 但是我們現在不用串的話 那就是什麼 直接加一個大瓜糊 關鍵的大瓜糊 大瓜糊就是放一個東西進來 但如果你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的話 記得加一個冒號.2f 這樣就可以了 OK 那當然呢 至於說 這個format裡面還有沒有其他進階的用法 其實我在雲端上面 也有放一個列表 在第十二頁的地方 如果說你將來要做出什麼效果 比如說你要做出 像這樣的效果 點2f這邊就有了 其實就是類似輸出 這個是格式 這個是輸出結果 如果說你要在前面做一個加號 那你就是冒號這個地方 後面加一個加號就可以 如果你要加個 這個減號的話 其實你可以類似像負的話 應該是這邊加個減 OK 減然後這邊輸出的話 就會是減 然後負 這個後面的話一樣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如果說我今天想要數字補0 也就是說 我要什麼 0.5這種數字的話 那你會改成什麼 補0 前面補0 低的話就整數 所以特別注意 它這個format 它把f當成是小數點 那整數的話就低 OK 所以如果說要長這樣的話 其他類似像這些 甚至靠左靠右 這個也可以再把它加上去 OK 這個地方的話 大家有興趣 可以再把它稍微看一下 好 再來的話 其他還有什麼 這個 所以後面記得加點format 然後再來換行就是反斜線N 最後去除什麼 換行的部分就是斗點 記得加在這裡 所以其實主要是這個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OK 加完就類似長這樣 那底下的話就是一個邏輯判斷 就是我們剛剛講過的多重的邏輯判斷 這樣子的話就大功告成了 不過目前大概就是一次只能輸入一個人的身高體重 那如果是全班或全校 這麼多人 那你起不可能說一個一個慢慢輸入對不對 所以後面會教各位 如何把大量資料讀進來 讓他自動判斷 輸出一個結果 並且告訴一個報表 比如說我們全校 大概BMI 過重的跟過輕的 比例幫我甚至畫一個圖告訴我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你就直接告訴校長 校長這給你看 他可能看數字他覺得一頭霧水 也很頭痛 如果你給他一個圖 他說 原來我們學校過胖的人這麼多 馬上一清二楚的 OK 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慢慢一步一步的 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所以第一步現在只有第二單元對不對 再來的話我們就要來看第三個單元 所以待會的話 這個做完 請各位再到第三個單元 OK 所以越來越有點挑戰性 這樣會不會太快 如果回去 如果覺得太快了 可能就回去再多花一點時間 把前面的東西再慢慢補上 不然的話我們後面很多東西講不完 OK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繼續再往前再推進一個單元 第三個單元 第三個單元 就是所謂要處理什麼呢 回圈資料結構 那什麼叫回圈 就是說以後你不要一次一輸入一筆 一次輸入一筆 你要一次全部讀進來 那回圈其實簡單的意思是重複 反覆的幫你做 假設有全校一千個人他就一千次全部做完了 OK 這樣當然效率絕對是比那個你一次一次慢慢輸入來的快上非常非常多 而且這回圈還不是處理那麼小量資料 你處理三千萬個人也是瞬間都完成 而且現在電腦速度實在太快了 所以各位稍微看一下第三個單元 那第三個單元重點 其實就是兩種回圈的虛速方法 兩個一個是4回圈 一個是叫while回圈 那4回圈跟while回圈都是重複做 可是這兩者有什麼最大差別 第一個4回圈 它是有個範圍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做的是有範圍 比如說1加到100 有沒有1加到99 告訴我加總數字的話 那其實用for回圈是最恰當的 有範圍的 OK 但是如果沒有範圍的話 因為我也不知道說做到哪裡 我只是要做到某個條件 如果那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就做 為false的時候就離開的話 那其實用while回圈來做會是最好的 所以這兩個回圈都是處理重複性的事情 差別是說有沒有範圍 OK 所以待會兒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去累加一個什麼 1加到99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我們可以什麼 先產生一個模組 也許待會兒再新增一個new一個module 名稱的話就是什麼 1加到99好了 加總1到99 然後呢 我們就是裡面要怎麼做才能夠加 當然你需要什麼 有個清單 其實模擬有點像 如果eSale裡面的話是這樣 它會先需要有個清單 你就把它加總在一起就OK了 比如說類似像這樣 比如假設我們eSale 那如果eSale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 那動作 不過因為我們是用滑鼠鍵盤完成的 那滑鼠鍵盤跟程式有什麼差別 滑鼠鍵盤就是需要有人去操作 才會完成 但是程式不用人去操作 所以你說老師那用eSale就好了嘛 幹嘛用Python 可是問題你有很多動作 如果你要全部再做一遍的話 也就是說你每天都要再做一遍 但是如果你用程式來完成 程式寫成Python的話 那就不用了 執行完畢 你的報表就出來了 你的視覺化結果也就出來了 你不用再重做一遍 OK 那其實道理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把 以前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 改成用Python完成 Python怎麼寫 第一個 你先寫一個變數 這個sum或total 預設值等於0 也就是這個是我要加總的 後面的話我就寫個for回圈 for 後面空一格之後打個i i是個變數 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取 不一定叫i 習慣叫i in 後面的話 在哪一個清單裡面 所以清單的話 以前是這樣寫的 就是1 d0.2 d0.3 d0.4 那有點像我們剛不是向下拉對不對 那當然你要d0.0到99 哇 那應該會很久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 不需要 那如果在python 它也沒那麼笨 它會幫你自動產生 那怎麼產生呢 你需要 剛剛的類似動作 你要必須有個函數叫range 括弧 那這個range的話 意思說 那你這個清單 要從哪一個字開始 從1開始 d0.0.0之後的話 後面的話 跟他講說到哪一個字停下來 可是特別注意 停下來的那個數字是不執行的 也就是如果今天要1到99的話 請特別注意 你要輸入多少 輸入100 也就是說 它會產生的清單 就到1到99 100不會執行 是停下來的地方 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1到99的話 那後面那個數字 請輸入是100 ok 冒號一下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 不過這個是規則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因為這是Python 內建的規則 就是這樣子 1是開始的數字 100是停下來 不會執行的數字 所以是1到99 那如果說呢 我要讓他累加的話 那不是怎樣 把它加完一遍 你最後面的數字 這個東西目前是0對不對 它裡面的值等於什麼 等於sum本身自己 再加上什麼 加上i就可以了 那i會怎麼跑 它會先把1丟到i裡面去 所以i就會變1了 那1再加0的話 再把它存到前面 就是1了 那當然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是2嘛 它產生2 那把2拿過來 跟1相加變3 又存到前面去 所以 加完之後 存到前面去 加完之後 存到前面去 一直到99 那當然呢 這個結果的話 就剛剛好是累加的結果 所以 我們 最後怎麼樣 可以再把它print的結果 print的什麼 print的sum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1加到99的結果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不過可能要特別注意 常有同學問的是說 老師這一段敘述我看不懂 其實你不要糾結在以前那個數學 其實它這個意思是說 把後面做完的結果 結果存到前面去 那因為呢 sum本身是一個變數 那什麼叫變數 因為裡面的值是可變的 所以可以把它蓋掉 OK 加完蓋掉 加完蓋掉 那i也是一個變數 它會從1一直變到多少 99 也就是它會先變出1 再下一個變2 以此類推 那這個就所有的回去 在這個範圍裡面 重複去分離執行 那因為有個範圍 有沒有 1到99跑完就停下來 就沒有了 就結束了 OK 那最後把結果給print了出來 應該可以看懂我這個敘述吧 把它執行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也會跟剛剛看到的 Excel的結果應該會一模一樣 應該是4950 Excel是多少 一定也是4950 當然一個是用滑鼠鍵盤做的 一個是用程式寫出來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主要是把BMI做個總結 然後再來就是撰寫 這個BMI加到99的這個程式 回圈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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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